大几十万的墨翠切掉了 很好的一位朋友今天找到我 他说他跟朋友合伙的 这个墨翠的料子花了大几十万 没想到切出来很多的裂 朋友呢找我聊了很多 那问我这个料子怎么办 刚好呢我认识一位 合作了很多年的老师 他是全国影标第一人 人称外号人肉打印机 所以今天的话我再次拜访他 跟着我的镜头一起来看看 郭老师 美女来了 料子切垮了怎么办 我看看 我先看看 切垮是很正常的 有长就有垮嘛 我先看看材料 对 它有绵力也比较多 我觉得只有你有办法 谁我也信不过 这个材料 质地非常好 对 肿肉老 颜色也正 谁说啊 这个是棉 对 烧毒 这样每天都没有烧毒 这个材料现在目前来说 最主要就是棉重 而且它都是过底的 对 很难处理干净 一般是挖不掉的 也不建议挖 现在这种影雕 比棉倒是应该还不错 所以我想到第一个人就是你了 看你能不能接受了 先选一下材料 先试着做一块 你看看效果 效果怎么样 争取把损失再转回来 哈哈哈哈 先用这一片吧 这一片你看啊 这些裂就不能留了 对 肯定是 基本上按这儿 从这儿取 取上面这些完美的 这里面的棉呢 相对还有一些可调性 基本上这一面啊 处理完以后 基本成精度会高 看一下它反面呢 反面棉就正了 咱就重点头大一点的工 做这个影雕 把棉都给它画上 在这一面去做影雕 这一面呢 它纯洁度比较高 调完以后再看吧 等材料取下来以后 看一看再看 看效果 具体怎么处理 再定 它本来这边的话 是有很多棉的 就把巧雕呢 做成了荷叶 还有荷花 刚好运用的这个棉 这样做的话 就非常的漂亮 又把棉给遮住了 那显得它也是非常立体的 人物主体什么都有了 现在还剩一部分棉 最重的棉已经盖上了 还有一些也约约约 比较淡的棉 把重的棉盖完以后呢 这些淡的棉 看起来又比较明显 所以说这一半部分 还是要再处理一下 现在咱俩就是商量一下 这个地方处理好 还是简单一些 我个人觉得简单一点 因为突出了这个 佛的一个圣像的感觉 对对对 因为它现在已经很简洁 和旁边效果已经很清晰了 如果天太花太杂太乱的 都不太好 我觉得越简单越好 咱处理成一个什么吧 繁文 对吧 因为繁文代表大日如来 或者是 简单 那一会我马上处理一下 你看一下 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题材一个简单的 因为我们这好在什么呢 它不伤材料 如果这种方案不行 我们可以擦掉 重新再选择 对吧 它还是有这个空间的 不伤材料 这个棉大概这么处理一下 已经看不到了 如果没有这一坨棉 那当然是效果最好了 最整洁了 但是有没有办法 处理成这样 跟它至少是相关联了 你看客户能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的话 咱马上可以改成 那其实说实话 我和郭老师认识很多年了 那它的每一件作品 我都是非常欣赏的 也从来没有失望过 非常地敬佩它 我拿这么多料子给你 是不是有点为难你了 这种料子也算为难 真的是毛毛鱼了 不算什么 实际上你们家材料 一拿过来 你看到的都是瞎吃 我看的都是很难没 这一样 大师就是不一样 期待成品吧 好的